那如果亞洲經濟都帶不動 全世界的目光 還是會持續放在台灣的身上 其實呢 這個中國因為受到很多事情的影響 現在經濟真的慘到一個爆 他們老百姓現在真的已經活不下去了 然後現在天氣這麼冷 我們上個禮拜不是在講嗎 他們現在這個 沒有煤啦 沒有電啦 北上廣深幾個城市都變成鬼城 現在對中國來說的話 他們頒布了一個叫做就地過年 那現在就麻煩啦 尾牙怎麼辦 婚宴怎麼辦 聚會怎麼辦 然後再來的新春團辦也都不辦了 我對現在中國的春運 過年我個人很悲觀 我對於日本再來的奧運我也很悲觀 如果這兩件事情都兜不懂起來的話 整個亞洲經濟會帶不動 那如果亞洲經濟都帶不動 全世界的目光 還是會持續放在台灣的身上 因為我們台灣 目前在科技上面是獨佔凹頭的 然後是來自燃之間的 要有說來的 就是讓我們很悲觀 但我們不會是來的 我們要說來的